奥运创造出了很多美丽的中国符号 17号2008北京奥运颁奖礼仪服饰 及主要颁奖元素正式对外发布 奥运颁奖台定为玉带祥云 礼仪服饰凸显中国元素 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共16款 其中仅有升级手一款制服为男装 女装15款分5个系列 每个系列分别按照嘉宾引导员 运动员引导员和托台员的不同智能 分为3个不同款式 在奥运会和台奥会的774场颁奖仪式上 这5个系列的礼服将分别出现在 不同的场馆及比赛中 系列1 青花瓷 设计灵感取自世界文明的青花瓷器 该系列将使用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顺翼水城公园和青岛等 所有水上项目的颁奖仪式中 系列2 宝蓝 亮点在腰间 中国刺绣再次出现 身着宝蓝色礼服的颁奖仪式专业志愿者 将会出现在体操 室内球类比赛和基建等项目的颁奖现场 系列3 国怀绿 契合绿色奥运的主题 在自行车 射击 现代武相等项目的颁奖仪式上 将会使用该系列 系列4 玉枝白 巧妙地呼应了奥运奖牌金香玉的理念 将出现在国家体育场和所有的室外球类比赛 以及香港马术比赛中 系列5 粉红将主要出现在拳击 举重 摔跤等力量性比赛中 以粉色柔美来中和比赛的阳刚之气 采纳了一些 比如说用了旗袍的轮廓 但是没有照搬旗袍 那么包括这个刺绣图案中的这些牡丹 没采纳那些笼和缝的这些很强势的元素 颁奖花束采用红红火火方案 花束整体呈尖塔状 主花材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月季 同时公布的颁奖牌设计方案定名为玉带祥云 玉一通过奥运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连结在一起 古老的东方 美丽的北京 中华民族张开热情的臂膀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奥林匹克凝聚你我的力量 聚焦北京奥运 汇聚全球看点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中国新闻 新闻六十分 推出特别报道 奥运 北京 敬请关注 中国药监局的官员在今天回答记者有关奥运期间 药监部门有可能要禁售感冒药等传闻的时候强调 标志运动员慎用的药品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就是普通的药品 为了避免运动员误服误用 在这些含有兴奋剂物质的药品包装上标志运动员慎用 但是这些药品都是常用的药 零售药店不应该擅自停售国家未禁售的药品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北京上海青岛等奥运举办城市从提高奥运急救水平提升城市安全服务能力入手 为奥运会做好各项赛事和服务准备 17号 将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运行的奥运急救信息平台在北京正式启用 这个信息平台实现了急救过程的全信息化 并已完成了与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的对接 平台将极大缩短抢救患者的时间 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和急救质量 15号启动的北京奥运三道治安防线目前采取多项疏导措施 确保正常进京车辆的通行畅通 新的疏导措施将之前的缝车必查改为目前的缝移必查 无罩车辆 罩牌模糊车辆以及各种货车都是检查的重点 奥运会期间 上海每天将有500个航班出路径 各口岸每天接待出路径的旅客人数将会达到6万人次 17号 上海各口岸单位和上海警备区举行了联合反核辐射恐怖 查报排报 防暴安检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上海站 上海南站还安排100名特警24小时巡逻检查 杜绝危险品近站上车 上海长途客运总站的首个封闭式安检通道也正式启用 同时启用的还有前往北京的售票专门窗口 附近旅客必须凭身份证购买车票 作为奥运配套项目的青岛长途汽车站改造扩建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7月底将投入试运行 青岛公交公司还新投放了1500多辆环保公交车 确保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运力 百年梦想成真 圣火来到中国 5月2日至8月8日 奥运圣火展开在中国的和谐之旅 点燃城市激情 传递奥运梦想 中文国际频道全程跟踪圣火传递 轻心打造特别节目 跟着圣火看中国 敬请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2008斯坦科维起碑 洲际篮球赛昨天打响了 商与复出的姚明亮相杭州 并带领中国南篮以96比72击败了塞尔维亚队 殷商休战了近5个月的姚明 终于在本场比赛中重回赛场 不过他并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面对由青年队员组成的塞尔维亚队 中国南篮在开场之后 就打出了一波9比0的冲击波 取得领先 当首节比赛还剩4分钟时 姚明终于登场 不久之后 他就利用罚球的机会 取得了复出之后的第一分 第二节姚明表现更加出色 他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 连续在内线进攻得手 帮助中国队将优势扩大 后两节中国队依旧没有给塞尔维亚队机会 最终以96比72击败对手 迎来斯坦科威奇杯的首场胜利 在昨天下午的揭幕战中 安格拉队以89比70击败了 二队出战的俄罗斯队 明天中国队将迎战安格拉队 即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 中国国奥男族 昨天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 主教练杜伊科威奇被解职 中方教练殷铁生 将出任国奥队的执行教练 全面负责球队的训练和比赛 并率队出征 北京奥运会 昨天上午10点 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正式宣布 杜伊科威奇被解职 原因是杜伊身体欠佳 不能从事带队训练和指挥比赛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 不过由于双方并未解除合同 杜伊在名义上仍是国奥队的主教练 实际上只是提供战术方案的顾问 杜伊于2006年10月20号 正式出任国奥队主帅 共率队进行了48场比赛 2007年土仑杯赛 中国队历史性的杀进决赛 杜伊被解职后 中方教练殷铁生将出任国奥队执行教练 全面负责球队的训练和比赛 并率队出征北京奥运会 对于阴铁生而言 目前这支国奥队他并不陌生 这支队伍当年还是国清队时 阴铁生曾带领他们 创造了土轮杯四强和亚清赛亚军的好成绩 第七届环清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昨天结束了第七赛段的争夺 第七赛段全长有214公里 是今年环湖赛骑行距离最长的赛段 最终的荷兰斯基尔喜马诺队的维勒斯 是以四小时45分13秒的成绩 夺得了赛段冠军 中国籍选手当天发会的较为出色 在赛段的前25名中占据了巴西 其中清海队选手季习涛获得第九 香港选手黄金宝获得了第23名 今天选手们将继续进入高南的爬坡赛段 很多人都知道 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 在最初招标的时候 这个中标的方案是有一个可开启屋顶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竣工之后的鸟巢 这个可开启的屋顶却不见了 说起这个变化 就不能不提起我们在筹备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还是有一个可开启屋顶的诌业的诌业